在2024年 一個受到注目的中國歌唱比賽節目 除了有很多內地知名藝人參加 還有海外的實力派歌手加入 但一段現場錄音流出之後 就被指埋藏了不可告人的黑幕 也令近年歌唱比賽的爭議事件再被提起 大家好 我是原子 今天我們就來講講這件事件 多年來 世界各地不同的電視台都不時舉辦歌唱比賽 而無線電視也早在1982年舉行新秀歌唱大賽 成為每年的重要大型節目之一 而這個節目第一屆冠軍就是人稱百變天后的梅艷芳 她以沿潤沉口慈盛的喪音 以及沉穩的台風獻唱徐小峰的名曲《風的季節》 令評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多年後 不少實力派的歌手也憑著這個比賽打響名堂 例如呂芳和陳奕迅等 而到了千禧年代 英國電視節目《Pop Idol》和《The X Factor》取得巨大的成功 節目也請了演藝名人擔任評判 為各個參賽者進行評分 而部分曾經參與節目的人 就算拿不到獎都可以得到音樂公司的注意 令節目成為了年輕人追夢的途徑之一 這種熱潮傳到美國 興起了一股大型歌唱比賽的風潮 例如由2002年開始舉辦的《American Idol》 2006年的《America's Good Talent》 當年香港的無線電視也買入了這個節目的播放權 成為不少香港市民電視撈飯的回憶 由於這類歐美選秀節目能夠吸引大量觀眾追看 所以有不少亞洲電視台都希望將這種節目引入本地市場 在2005年初 無線電視就以《American Idol》作為藍本 退出天才表演式歌唱跳舞選秀比賽節目《殘酷一丁》 而每表演一秒就得到100元港幣作為賣點 起初由李克勤和梁永忠主持 也會邀請一至兩位香港藝人擔任嘉賓評判 當中不少參加者都令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中國近年也非常流行這類型的節目 例如2010年 東方維視就參考了海外選秀節目 推出中國達人秀 還以平凡人可以成就大夢想 相信夢想 相信奇蹟作為口號 在中國多個城市舉辦選物活動 結果這個節目創下了東方維視的收視紀錄 啟發了國內其他電視台在往後製作類似的節目 就連兩岸三地出道多年的藝人也會受到邀請參加 成為了在內地市場打響名堂的大好機會 而在2013年 湖南衛視推出歌唱節目《我是歌手》 當中廣為香港人認識的女歌手Jam 就憑著這個歌唱比賽 自此成為了中國廣受歡迎的歌手之一 在往後多年 內地推出了不同類型的表演比賽節目 例如《無面歌王》 和《中國有嘻哈》 當中也引起了不少熱門話題 而接下來在2024年播出的歌唱比賽節目 就成為了近來的爭議事件 歌手2024是由湖南衛視旗下的《芒果TV》 在2024年第二季播出的競賽節目 根據節目的參賽名單 參賽者都是華人地區數一數二的知名歌手 例如拿英 譚惟惟和孫南等人 甚至請到外國實力歌手參加比賽 同時節目標榜製作方式是一踢過的直播 而且不會為歌手的表現進行修飾 強調是原汁原味 其實歌手2024在未正式播放的時候 已經得到了很多關注 到了5月初正式出街的時候 更加成為了娛樂綜藝節目的焦點 例如作為參加者之一的台灣女歌手楊食林 在演唱自己經典歌曲《帶我走》的時候 走音表現失準 被不少網民嘲諷她入行 當年唱歌的技巧都沒有進步 由自她在節目中 刻意運用激昂的唱法 結果濃巧反絕 而她肉緊的唱歌表情更加被人惡搞 至於娜應在節目演唱改編版擱淺 觀眾就認為她的演唱水準完全不像歌壇天后 除了唱得沒有感情 而且表現不穩定 在節目中多次被指走音 忘記歌詞 令她的排名不理想 不過其他參賽歌手就在節目中落力演出 令節目話題不斷 而當中外籍歌手的表現更加得到觀眾欣賞 例如來自美國的R&B女歌手 在演唱歌曲Hello的時候 將歌詞中的Hello from the other side 改為你好 from the other side 令中國的觀眾都覺得好驚喜 至於加拿大女歌手Phosea 就以流利的普通話唱出來自天堂的魔鬼 令不少人都讚她的語言天分好好 但在節目播出兩個多月之後 比賽的終局之戰就令不少網民不滿 而勝出者更加成為了事件的眾詞之敵 時間到了7月26日 歷時兩個幾月的歌手2024迎來了節目的大結局 在經歷了幾次淘汰環節之後 最後五個歌手要進行總決賽大對決 看看誰才能得到歌王的寶座 除了個人讀唱部分 各參加者也要跟自己邀請的歌手嘉賓進行合唱 展現出一個有特色的表現 達到了節目的尾段 被外界看好的兩個外籍歌手結果都三甲不入 冠軍由在娛樂圈打滾超過30年的南英奪德 不過在她得到歌王寶座之後 一段比賽花織的短片就在微博廣泛流傳 引發了比賽內定冠軍的黑幕爭議 網絡流傳的花織短片主角 分別是過去曾經參加過歌手2017的歌手迪馬熙 以及今次比賽的黑馬加拿大女歌手Phosea 當時迪馬熙被拍到在台後 向Phosea耳邊細聲地說 有人提供了37分 沒有差一點時間 我用的 而Phosea聽完之後再說 OK 真是好 在影片流出之後 外界普遍認為兩個事件的主角 都是吳芝晴的情況下 他們細聲說的秘密對話不小心被錄下來 南方被指在這裡提醒女方 今次的節目冠軍得主要是中國人 這段對話在網絡間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有人留言表示覺得Phosea的表情好像有點失望 也有人為外籍歌手未能夠在比賽裡面獲勝 覺得很不公平 質疑排名早已經內定 不過有網友提到 幾年前歌手2018的冠軍得主就是來自英國的歌手 指得長者並不是內定給中國人 而疑似錄音流出的影片主角迪馬熙 而解話指自己當時是說 即是他們說必須要是中國歌手跟你合作 澄清黑箱作業的網上傳言 而面對各方的質疑 歌手2024的官方微博都發文回應 肯定真實 無需接防 音樂騙不了人 音樂不能騙人 至於成為冠軍歌王的拿英在事後接受訪問的時候表示 他知道自己奪冠之後一定有很多負評 還霸氣地說 你敢不敢接手 我敢 他又提及今次比賽的心路歷程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不過他的解釋就沒有平息事件 再有樂壇資深歌手評論事件 向來有樂壇風紀之稱的資深女歌手印尼 都是Facebook討論歌手2024黑箱作業的傳言 印尼直接提到2024歌手真是被我說中 給錢叫外國人來做猴子戲 他的壓制自己在三個月之前就在Facebook說過 拿英一定是內定第一 同時他有批評對方的唱功 拿英 你聽聽自己唱成怎樣 好意思贏嗎 唉 陳匡都沒有改變 印尼認為剛剛在法國奧運表演 但不幸幻想佔動人症的Seline Dion才是天籃之音 另外 印尼都表示 唱歌節目不等於歌唱比賽 結果都有些名氣的歌手來評分 分好壞 分等級 你評些什麼資格 評些什麼標準 你是誰啊 這樣都有歌手肯去受辱 之後他再爆光這些節目製作人員一塌糊塗 無量之極 是一群大壞蛋 而因來這番大膽的言論 就令網民重提一件震驚社會的中國好聲音欺凌事件 其實中國選手節目被指有黑幕已經不是第一次 有網民翻出陳奕迅在ViuTV節目 大爆自己在2017年擔任中國好聲音導師的經歷 陳奕迅指當年在選擇學員的時候 覺得某個參賽者的歌喉不錯 但就未到要他轉身讚好的程度 不過當時他跟另一個導師拿英就被製作單位要求禁制轉身 而他自己就沒有跟隨指示 誰知後來那個參賽者又再出現在錄影節目裏面 而節目組就向陳奕迅解釋 不希望見到好歌手被埋沒天分而給第二次機會 所以當時陳奕迅就猜測 可能節目組覺得那個參賽者的外形不錯 決定將這個人留在比賽裏面增加話題性 時間回到2023年7月5日 女歌手李文傳出離世的噩耗享年48歲 一眾歌迷都對她突然離開覺得好惋惜 在李文的喪禮上 欣妮也有出席悼念這個好朋友為對方扶寧 而李文離世沒多久 她曾經在2022年參與和擔任導師的歌唱比賽節目 中國好聲音就傳出欺凌的風波 事源在2023年8月17日 網上流傳了一段長達9分鐘的李文生前錄音 在錄音裏面 李文控訴中國好聲音賽制不公平 指教高分的學員未能得到第二次機會 反而較低分的就有機會 除此之外 亦有影片顯示當時節目組的工作人員 似乎不滿意她在台上所說的話 就出聲阻止和上前請她離開 而李文強調自己所說的是事實 表示 當然你們會所有都剪掉 當然你們什麼都會剪掉 我說的是事實 你們當然都會剪掉 我當然知道 這個叫做不公平 之後李文認為自己因為為學員爭取公平比賽的機會 而遭到中國好聲音團隊的欺凌 在一次節目錄影裏面 她提及自己明明在表演之前已經和導演溝通好 自己因為腳傷未好起來站不穩 要求學員對唱 但到了真正錄影的時候 對方就不對現承諾 將她和學員分開位置 最後在錄影裏面 穿著高跟鞋的李文一直苦撐 期間還不慎跌倒 但在場就沒有人扶他 而製作組就將李文跌倒這一幕剪走了 在錄音裏面 李文聲淚俱下地強調自己以學員的利益為先 但就被中國好聲音的團隊欺凌 更加自自的因為拍攝節目而病了 結果李文揭露節目黑幕的錄音流出之後 引發了軒然大波 有大量的人表示要杯葛這個節目 幾乎整個微博都在討論這件事 而勸眾人張倫錫也為李文發聲在微博表示 先聽了一段錄音 我悲憤交加 還有內地知名的導演澄清松子 心動coco 而作為李文的好朋友印尼當時都在Facebook piping 參與好聲音的每一位都欠缺良知 為名為利不擇手段 即使同行也侮辱自己的本職 看不起 不過在同一日 中國好聲音的節目組就回應 指錄音經過惡血展緝 表示強烈譴責 又指當時作為導師的李文投入工作 期間曾經有誤會 但經過溝通之後已經即時消除 不過這篇回應就沒有令事件降溫 在一日之後 中國好聲音的母公司股價大跌23.4% 在半天內蒸發了近100億港幣 在那時候 中國好聲音的節目組不斷被網民批評聲討 認為製作單位不專業 只是著重節目的娛樂性 將年輕人的夢想成為了有利 而導師成為了噱頭 加上參賽者基本上都很少是出身草根 有很多參加者一看就知道有後台和背景撐腰 最終在李文控訴事件傳出大約一個星期之後 浙江衛視在輿論壓力下宣佈停播中國好聲音 還加入調查節目製作 除了李文事件之外 當時有私人的參賽者爆料有人用錢買名次 又指節目組不尊重參賽學員 更有消息爆出 每一屆中國好聲音都擔任導師的拿英 她的姐姐金牌製作人拿申 在節目裏強迫學員簽不公平的合約 否則星圖就會馬上玩完 但拿申就翻文反擊 完全不懂的人偏做一個我迫她簽合約的劇情 想像力豐富 不過她的回應就未能夠停止網民的指責 而妹妹拿英也同樣捲入風波 被點什麼是事件的欺凌者之一 受到網民大力批評 接著要接連取消演唱會和音樂活動 被封殺了九個月 所以在歌手2024準備推出的時候 也有網民認為拿英憑什麼地參加這個新節目 近年內地歌唱比賽節目熱潮不斷 有人認為製作單位往往都會有特定的劇本 令節目增加戲劇性 無論是入圍的參賽者 進入決賽的肯韻儀 甚至所謂的資深評判 都可能只是配合著劇本行的其中一個角色 所以與其認為這些是比賽活動 倒不如說這些所謂的比賽節目 只是以公平公正的表面包裝出來的娛樂表演 這才是節目的真神一面